你见过用大卡车运钞票的有钱人吗 他家里钞票满天飞 每天收到的信全是钱 小鸡和钞票直接柔车团扔进垃圾桶里 就连钞票掉在马路上也不紧 今天说个搞笑故事 黑帮掌门人 开头的有钱人叫小猪 他之所以那么有钱 还得从他爸爸老猪开始说起 当老猪还是个穷苦的小男孩时 一次他给当地的地头蛇送包裹 发现地头蛇家里有他留声机 他立马化身DJ 当场来了段Bbox 还一不留神 把地头蛇的包裹弄坏了 地头蛇那叫一个生机 碰我留声机毁我包裹 即使是个小孩也不能原谅 他拿起一发枪准备打死这个熊孩子 结果咖的一声 手指都被掰断了 到底是在社会上困难 他一点也不慌张 直接把手指的刀子弹射了出去 老猪以为这是给他送个礼物呢 拔下手指的就拼命往前跑 熊孩子没打着 自己手指都没了 气冲冲的地头蛇又跑到集市上找人 恰好看见老猪正在和父亲亲亲抱抱抱举合方 地头蛇拿起枪准备再次枪杀 但老猪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让他瞄不准 玩完了这是 地头蛇不管了 直接开枪打死了父亲 妈妈跑了过去 对着儿子就是一对虚海稳的 压根没注意自己老公早被踩扁了 地头蛇赶紧跑过来拉住妈妈 老猪被好生人抱着 母子二人紧握双手 妈妈让老猪赶紧拔下戒指离开 却怎么也拔不动 你干啥呢 等会儿戒指还没拿下来 地头蛇立马停止了动作 老猪也成功拿下了戒指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该怎么躲过地头蛇的追击呢 要不钻进这里吧 老猪立马猛吸一口气 钻进了鱼屁股里 果然他顺利逃过了地头蛇的追杀 游到了美国 还找了个漂亮姑娘当老婆 转眼就过了十几年 老猪长大了 在一家店铺干着挤杆热油的工作 老板也空门 只给他半枚硬币当工钱 家里早就成了接不开锅 只能用皮鞋当饭吃 偏偏他还有俩儿子 一个是傻里傻气的大儿子大猪 一个是身患残疾的小儿子小猪 大猪只会跟老鼠玩 而懂事的小猪 早点就出来卖花贴补家用 不过会赚钱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被黑社会抢了 小猪想逃 但他的双腿然而跑得很慢 此时一个姑娘在一旁大喊 跑快些 小猪立马就跟打了鸡血 似的拼命往前跑 没想到竟把腿部支撑器给跑烂了 而他的腿也越跑越灵活 这是妥妥的医学奇迹啊 另一边 老猪为教训欺负自家孩子的黑老大 直接有一束花捅死了他 哎呀妈呀 这根本太牛了 小弟们直接下跪 认了老猪当老大 从此 老猪就成了当地最牛的黑帮大佬 手底下有无数个小弟 闲眼多都花不完 转眼又过了十几年 老猪变成了白发老人 小猪和大猪也长大成人 在他们妹妹的婚礼上 一个高个子从人群中走出 另一个小个儿也从裤装下钻出 连二话不说 对着老猪就是一顿舍鸡 重担后的老猪非但没倒下 还急性来了段霹雳舞 一旁的DJ很会看局面 当即放了手狂躁于远 配合他的影哭 想好大猪发现的不对劲 利罗干掉了两名速册 小猪也不甘示弱 飞扑了上去 给老猪送上了一个枕头 让他死得舒服点 不过老猪福大命大 并没死成 小猪的贴心让他很满意 他立马把低头师的手指头 送给了小猪 让他成为了新的黑帮老大 小猪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干掉其他黑老大 他来到餐厅和黑老大 不一起吃饭 期间他找了个借口 远去厕所 把手伸进了水箱 就是一顿满泡 紧接着他掏出了一把枪 并不是他的 大家都是道上混的 他自然明白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于是又把枪塞了回去 却不小心弄破水管 浑身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把水堵住 他才在另一个坑里 找到了自己的手枪 但现在都湿透了 这样出去肯定会被怀疑 于是他打开窗风机 巨大的风力 差点没给他吹飞 幸好出来的效果不错 其他几个黑老大 看到他漏水的皮鞋 也没怀疑 只能他不小心 尿在了自己鞋上 看着敌人松懈 小猪直接开枪 其中一个胖子临死前 还不忘吃上一口饭 果然咱胖子的尊严就是 做鬼也要做个保守鬼 没了其他黑老大的干扰 小猪就和一个赌场老板 干起了赌场生意 为了不赔钱 他特意把哥哥大猪叫来 让他把出老千的人全干掉 大猪也不含糊 上去就把人给滋晕了 傻子你资错人了 那没关系 把人全给资云布就行了 我就不信没有资对的 楼上的小猪被气疯了 还是他太年轻 竟然相信自己的傻子哥哥 不过他非常有经商头脑 为了赚钱 他把两盆剩菜 当一盆新菜买给客人 还给酒里兑水 就连泳池也得把水抽干 让客人干拥有 很快靠着他优秀的经商头脑 让黑帮又多了几个仓库的钱 老猪也彻底放心 把黑帮交给了他 结果第二天 小猪就被炸死了 老猪呢 也被自己的孙子 用农药给喷死了 孙子摘下的大金表 拿走了皮夹 立马跑路 果然是个大小子 为了老猪和小猪 各方势力都打算 把老猪的江山吞掉 但在葬礼上 一个毁了容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大难不死的小猪 做命的他 不仅很快就把各方势力 镇压下去 还发现赌场老板 少了个手指 他就是当年 对老猪恨得牙牙牙的地头蛇 于是小猪准备了 一个踢他舞会 让手下 趁着跳舞的时候 把地头蛇的脑袋劈飞 保住了黑帮的和平 至于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自然就是大猪了 他其实一点都不傻 只不过是想给小猪 使伴子而已 谁让老猪的眼里 只有弟弟 没有他呢 小猪没有杀大猪 只是把他赶走了 故事最后 小猪娶了女总统的老婆 在老婆的帮助下 他所有的黑钱 全都洗白白 成为了最有钱的黑帮教父 现在 你知道他那么多钱 从哪里来的了吧 好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里是猛威电影 我们下期见